嗯... 啊... 一年呢 還是走到了盡頭呢 這一支影片看來是今年 最後一支影片了呢 毫無疑問的 一年的最後一支影片當然就是 Top 10 Albums of 20... Top 10 Albums of 2019 欸 那有人又要說啊 啊 是不是沒洗衣服啊 就是他沒洗衣服啊 然後你看後面 喔 Prince 1999 Brand New Motherfucking Reissue 怎樣 沒有嘛 哈 沒有嘛 哈 總之今年 我覺得啦 我覺得我應該沒有聽的去年多 在所謂的新東西的部分 我覺得我今年是聽比較多舊東西 但我覺得今年我算是聽的比較細膩了 然後就寫了這一些 那每個樂評人啊音樂頻道都是 啊 Top 10 然後講講講講講 我覺得我今年一定要做一個跟他們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這是非常他媽新鮮 非常他媽新鮮的東西 美工刀咧 這是至今沒有人做過的好不好 超厲害的 這裡有個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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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 OK 2019 MOTHERFUCKING GO 首先呢我想要先講一下 我個人覺得值得check out 值得做投資 也就是啊接下來幾年 欸你可以看這些藝人 哦怎麼樣怎麼樣 哦 哦 那這些人出的專輯基本上 我沒有把它算在我個人覺得 甚至是遺珠之汗裡面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再提 所以今年值得check out 聽一聽的有 外邊Cordae的新專輯 JPEG Mafia Danny Brown Tabby有新的MIXTAPE 100GEX Michael Kiwanuka 我覺得他近幾年應該會爆發串紅 還有Billy Eilish Ariana Grande Denzel Curry 還有我算是還蠻喜歡的 Kevin Abstract的Arizona Baby So yeah worth checking out Go listen Just put it on the back And you write your fucking homeworks Homework And listen to it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進入我們的 Honorable Mentions 遺珠之汗 首先有Beyonce的 Homecoming的Live album 非常精彩的一張現場專輯 Amazing 順帶一提那一場演唱會啊 其實是在 Coachella他的演出 那我那個時候是看現場直播 所以 印象很鮮看 再來有Black Midi的 Shlagham Blue跟Oh No的 Collaborate album Long Red Hot Los Angeles Summer Night 還有我們的 Bloved Brockhampton Ginger GINGER Daphne的Sizzling EP It's pretty amazing Some some pretty good Dance tracks Mama mia Flying Lotus的Flammograph 我個人覺得他建造了一個非常精彩 非常Cohesive的一個世界觀 有興趣 有喜歡Flying Lotus的粉絲們 或者是聽眾們 真的可以去 Go check out FKA Twigs Magdalen 其實這張專輯我一直想要把它擺進我的前十 但是因為前十真的太急了 所以如果Honorable Mentions裡面有排名的話 他應該是會排在第一啦 他的聲音整個氣氛營造一隻手 Oh Lana Del Rey Norman Fucking Rockwell 其實這張專輯本來也應該要在我的前十名單裡面 對但是他後來不知不覺就被擠出去了 然後這張也是我今年少數有買到CD的一張專輯 因為今年的Project我真的很少買CD或黑膠 總之我覺得這是目前他生涯的highlight 絕對值得一嘗試 他的songwriting啊 他的voice 就是 Mamma mia 再來是Lizzo的 Cuz I love you Lizzo在這張專輯裡面的表現真的可以算是非常的dramatic POP is fun POP is fun this year 再來還有Molibu Ken的Molibu Ken Marky Hill Morterns Flow Vol.2 POP的Morbid Stuff 這張專輯真的是讓我聽了就是整個萌上一層微笑 Qual Chris Guns Obamacare Swans The Living Meaning 這張專輯還是保持著他們以前的那種種量那種 他本身給人的印象不會很大聲但是他整個感覺就是非常的沉重 Murl Murl Gun Murl GH mama mia 裡面真的有幾首歌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如果它是最新New Pop 我會非常非常的喜歡 Yes Pop is fun this year I go hard Badad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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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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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今年如果我不是出 Bad Singles的話 如果我是Bad Songs的話 絕對會有這首歌 Ok Enough Bullshits 接下來 接下來就要進入我們的Top 10 你興奮嗎 OK Our Number 10 Freddy Gibbs & Matlib Bandana 如果要我解釋說什麼是音樂裡面的化學效應的話 我大概會告訴你 Freddy Gibbs & Matlibs他們就是化學效應 繼承了上一張的Piñata Freddy Gibbs & Matlib繼續踏上他們的這個嘻哈大道 在大家都把期望拉到最高的一個情況下 這張專輯呈現了如果只是一般好的專輯的這個狀態的話 絕對是等著被粉絲們唾棄的一個狀態 好啦 其實也沒有到那麼誇張 而Freddy Gibbs & Matlibs真的沒有讓大家失望 除了延續上一張的基調之外 Matlibs甚至還挑戰了他比較少嘗試的這個Trap 當然有一些地方還是可以看得出 算是有點小小的挫敗 但是我覺得這張專輯最厲害的地方是在於 Freddy Gibbs & Matlibs怎麼樣運用這個曲目的編排 讓整張專輯 It just flows well together Just like this Flows well 整體性是相當的完整的 裡面Features的運用也是非常的精彩喔 像是Pusha T或者是Killard Mike他的重複段 Anderson Peck有這種不失個人特色的Vocal 然後又非常的融入Bandana的世界觀 喜歡嘻哈的聽眾朋友觀眾朋友們 這張專輯絕對是今年不可以錯過的 OK number 9 Richard Dawson 2020 The songwriting The production The clearness Mamma mia 他的songwriting 他的這些production 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 而有時他的這種heaviness 這種沉重的感覺 卻又讓人驚艷 像是第一首歌的Civil Servant 其實他馬上讓我想到的是去年 我個人非常喜歡的Daughters的這種風格 其實我也不知道欸 可能是一開始那個鼓阿 有些emo的這種情調呢 其實也算是值得玩味的 Richard這種很戲劇性的嗓音呢 其實也為這張專輯增添了非常多的個人特色 Characteristics 曲風則是一直不斷的讓我想到的是Tom Waits I don't know 但是那種調調確實有異曲同風之妙啦 重點是這張專輯還有非常多很有趣很fun的moments 像是Jogging這首歌 他不論是歌詞或者是曲式的部分 真的都是非常有趣非常值得玩味的 然後Richard假音真的是太好玩了 No.8 Moodie Man Sinner KDJ 48 YES 我超愛Moodie Man融合這種電子的曲風 跟有一些些R&B的Vocal Excellent Epical 節奏感十足 然後Beats又非常到位 非常的punchy Bass呢 則是都有那種 讓我感覺有一種很舒麻的feu 呃 呃 呃 不管是在打擊樂的表現 或者是在旋律上面的寫作 都讓人能夠很輕鬆的進入那個zone 然後跟著搖擺 時不時又插入一些 Soul或者是R&B的片段 And the transition is fucking sick 其中除了後來錄製的這些Vocals之外 也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這些已經被chop的Vocal Samples 運用的也是非常的精細很巧妙 你可以在got me coming back right now 這首歌裡面聽到我剛剛所說的那些東西 Suma的Bass 巧妙的chop vocal 甚至是autotune 還有弦樂的插入片段 最重要的就是他讓人起雞皮疙瘩的那種段落轉換 Amazing 這張專輯甚至可以聽到一些Fusion Jazz的元素 也就是在Downtown這首歌中 至於在Production的部分 這張專輯真的沒什麼好說 It just so fresh 很新鮮 很清脆 Yes! No.7 Liturgy的HAQQ 啊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第一次聽到這張專輯的感覺 用一個字形容就是 Heavy It's fucking heavy 它非常的大聲 非常的血腥 在配合上那種死腔的Vocal 我可以說這是我今年 至少是我聽過最重最沉的金屬專輯 招牌的那種glitch很輕鬆的就可以讓聽眾分別出 Oh yeah this is liturgy 樂器的表現沒話說 不論是這種很acoustic的鋼琴 或者是一些bell的聲音 或者是電吉他很邪惡的彈奏 鼓那種飛箭的揮灑 God I need a break 聽感真的就只有一個字 爽 當然在爽之餘啦 這張專輯的實驗 experimental元素也算是不少 為原本就定在重金屬這個類型上面 又增添了非常多的新鮮感 其中我最愛的大概就是 他們很喜歡出其不意的切換段落 可能上一拍還是非常的寧靜祥和 然後下一拍就 馬上翻臉直接火爆 整張專輯的動態可以說是非常的精彩 裡面甚至還有一些 稱得上很神聖的音樂片段 就是那種很sacred的acoustic 你懂我的感覺嗎 就是非常的 總之HAQQ真的是我今年聽過 最為之驚豔的一張metal project No.6 SHOOSHOO GIRL WITH BASKET OF FRUIT 我覺得這張專輯應該可以說是 跟今年Swans的Leaving Meaning的感覺很像 儘管他給人的印象不是特別的大聲 但是他在本質上是極為沉重的 也就是說當你在觀察這張專輯裡面的 樂器表現或者是碎拍的時候 他給你的感覺往往是極為致命且暴力的 基本上第一首title track就給整張專輯定了一個基調 被大量filtered跟distorted的vocal也給整張專輯帶來了更多的邪惡感跟個性 I just fucking love it 然後amarky vemu 這首歌的中提琴 OMG What the fuck 總之 This record just sounded amazing Just give it a listen Please OK 我們來到我們的前五 Top 5 2019 No.5 Little Sims Grey Area 從Pitchfork形容Little Sims的詞彙 你大概就可以了解為什麼我這麼喜歡Little Sims 他們形容他是fire spitter 對 然後蛇從他嘴巴裡面吐出來 Just Fire Grey Area是他的第三張專輯 這張專輯非常的短 從中其實你感受到的是 他那種從二十幾踏入 快要三十的這種年齡層 然後開始出現一些自我的懷疑 對每個時段真的都會有自我懷疑 不過其實如果你去深入的探討或是感覺的話 是非常有趣的 至於另外一個我非常喜歡這張專輯 而且讓我一直不斷重複去聆聽的原因 則是他非常飽滿紮實的樂器表現 還有production 其中這種jazz的元素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新鮮 Mamma mia 配合他很特殊的嗓音 是非常非常獨特的聽覺體驗 順帶一提 這張專輯可能是我上半年重複次數最多的一張專輯 No.4 Slow Tie with Nothing Great About Britain 來自英國的24歲饒舌猩猩 這是他的debut record 今年算是他大突破的一年 除了這張專輯 他的幾個features 像是Brockhampton的Heaven Belongs to You Flume的High Beans 跟Dencil Curry一起合作的cycle 都非常的精彩 Nothing Great About Britain 整張專輯的核心思想 就是在對英國政府開炮 其實也是有一些depression的元素 Oh god so sad So so sad 摒棄了大英民族這種光鮮亮麗的外表 其實我真的覺得 這是英國人這幾年需要做到的事情 Slow Tie將最真實的心理話寫到歌詞中 如果上網查你甚至可以看到他在BBC的直播 BBC的直播秀 就是那個Mercury Award 就是水星獎 頒獎典禮上的現場Live Performance 他舉著一個Boris的甲頭 Holy Motherfucking Crap 到底誰敢這樣做啊 如果是在美國就算了 大家都寫Fuck Trump或是怎樣 但是It's...It's...It's英文 It's UK It's the UK 有趣的是在這張專輯的歌曲風格裡面 你可以聽到非常非常多的電子音樂的影響元素 我覺得這是他跟其他的Trap album不一樣的地方 也是讓他Stand out的地方 如果你去看Vinyl Me Please的影片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Slow Tie對這些電子音樂的藝人 真的是受到那個Influence非常深 包括Burio啊 Fx Twin 還有Portus Head Portus Head也帶給他非常多這種異國元素 我對這張專輯愛不釋手的原因 還有Slow Tie總是能用他那種很獨特的嗓音 還有怪異的Flow去創造一首首或者是一段段 非常精彩 很Catchy 而且值得玩味的Bars 很期待他在受到這樣子的歡迎之後 之後會繳出怎麼樣的成績單 嘿嘿嘿嘿 I'm so excited 嘿嘿嘿嘿 OK Top 3 It's here Top 3 albums Of 2019 Number 3 Helato Negro This is how you smile 啊 每次我播放這張專輯 我總是覺得我在一個不一樣的空間 不一樣的世界 重點是這張專輯的songwriting 可能是整年 整年最讓人瞠目結舌的表現 當然這張專輯有非常非常多的電子音樂的元素 不管是在節奏、tempo上 或者是在percussion打擊樂上 整體的樂器演出也是十分的扎實 production也完完全全的讓這張專輯 就是升職在聽者的腦內心中 Helato這種類似話筒的vocal聲音 也為這張專輯增添了更多的個性 是一張極為樸實又華麗的專輯 Number 2 The comet is coming Trust and the life force of the deep mystery What a long title 身為一個Fusion Jazz的粉絲 再怎麼樣我也要集一張Fusion進入我的前十 但是其實一直到我在認真想要排出我的名單之前 我是一直很無助的 因為我找不到一張 算是真正Enjoy的Fusion record 包括這張專輯 其實在前幾次聆聽我自己是覺得 嗯 但是也有可能是我的聆聽習慣 因為包括我去年非常喜歡跟今年非常喜歡的 The comet is coming 跟去年的這個Sons of Kemet的專輯 我都是前面幾次聽我自己都覺得 Nah it's Nah 但是經過幾次聆聽 It just It just fucking grew on me 而且這張專輯 還衝到了今年第二 巧合的是這兩個團體的靈魂人物 都是Shabaka Hutchins 他吹薩克斯風的技巧真的是讓人佩服了五體頭地 他那種近乎饒舌的薩克斯風吹法 我每次聽他吹現場我自己都快岔氣了 心裡一直在想說他到底為什麼氣那麼厚啊 去年的那張You're a queen as a reptile 我自己覺得重點是在於 Melody旋律的製造 其實這張Trust in的旋律也是非常非常厲害 這張專輯更聚焦在於 薩克斯風還有Synth合成器 跟這個訣竣鼓的整體的配合跟融合 而這張專輯的一大看點 大家應該知道是什麼吧 巴巴巴 巴巴巴巴巴 我個人覺得其實但是他們團圓也都非常有趣 Danalogue真的很瘋欸 他在談那合成器的時候真的很像奇蹟 他是真的會翻白眼 他inde 就是這樣 而儘管BetaMax有令人真的是很驚豔的鼓蹟 他真的都是穩穩的坐在那邊打鼓 他其實應該要 但他就是這樣 這個樂團的組合真的是很好玩 這張專輯真的是帶你來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整體的樂器契合度沒話說 個別的表現上也都是頂級的 在經過多次聆聽之後 我真的沒理由把他排在2019的Top10之外 順帶一提可以去看他們的NPR Tiny Desk Concert 真的是我看過最激情最出色的一場Tiny Desk Concert 他們樂團團員之間的默契那真的是 perfect perfect epical Now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umber one album of 2019 is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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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4 5 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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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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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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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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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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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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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Top 10 What are your Top 10 Albums of 2019? So yeah that's that's it Yeah 可是大家覺得不夠 我再幫大家現唱一首好了 Cuz you mean my Earthquake Oh you mean my Earthquake Wall it rain or sun the burn It's making my high break 哈哈哈哈 有什麼想法可以在下面留言 想要review什麼reaction 什麼都可以跟我說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喔對 2020再見囉 喂喂喂 Last Dab in 2019 而且Dab根本已經不流行了 Dab